Hello,大家好,我是Dori 我们今天仍然是继续我们的学习 来到的是第十四小节 关于如何描述你的一周 我们今天的一个主要学习的原点是什么呢 我们会看到一般现在时加上时间短语 可以用来谈论每周的习惯性的动作 那时间短语的话通常怎么样去构成呢 也就是借此加上星期去构成 好了,那么如果大家稍微有点懵的一个情况下 没关系,你就先有一个印象就好 我们紧接着继续往下看,大家就知道了 我们首先说,我们说这个时间短语 通常有借此加上星期来构成 那接下来的话,我们就先来看一下星期 然后再逐步的把它原点往上累积 这样的话大家就好接受一点 好了,很简单我们来看一下 大家非常熟悉的从周一到周日的表述方式 我先来给大家放音频 当然是根据音频先来熟悉一下 有几个单词特别容易写错,大家要注意 首先的话大家要注意到周三的一个写方 中间的话有一些字母组合很容易,很容易容易电到 另外的话就是周四 大家要注意中间是一个you are 可能会写上are you 这个一定也要注意 好吧,接着的话就先来听一下音频 Monday, Tuesday, Wednesday, Thursday, Friday, Saturday, Sunday, Weekend 好了,大家注意到这个就是从周一到周日的一个英文表述方法 我们会看到周六和周日已经打了一个括号扩下来 对吧,就叫做weekend,就是什么,就是周末 而如果从周一到周五的任意一天呢 那其实大家可以表述为这个week day 那表述的就是工作日,也就是周一到周五的任意一天 OK,大家写在了这边,大家可以来看一下 好了,那么请切的话我们来看一下14.2这个部分 关于借词和星期 那么我们先来造一个句子说 我周一的时候去上班 对吧,那这个时候大家都会 那这个短片的话应该能不到大家是这么一个表述的方式 就是I go to work on Monday 好,那现在如果我说我每一周的周一都去做这个事 对吧,刚才是我只是周一去做这个事 那现在如果是每周一都去做这个事情呢 很简单,我们只需要在星期后面去加上复数的形式 大家注意这个星期是可以加复数的 一旦加了复数的话 代表就是每周的这一天你都会去做这个事情 那如果我想表述从周几到周几我做这个事情 那怎么样去进行表述 那用的就是下面这个档语叫做from to 好了,那么紧接的话我来给大家放一下这两句话的音频 I go to work on Mondays I work from Monday to Friday I watch TV on the weekend I watch TV at the weekend 好了,我们连同下面一起听完了这个音频 那大家注意到这个tip这个地方 说的是在美式英语中表达在星期几工作的时候 你可以省略什么 可以省略go to和借词 我们刚才看到的是 我每周一的话都去工作 对吧,但是在美式英语表述的过程中 你可以直接将go to 然后包括这个借词省略掉 那就直接变成I work Mondays 好了,那么在下面的话我们会看到表述的方式 说的是我在周末的时候看电视 那大家注意到在周末有两种表述的方式 根据习惯的不同 在美式英语里面我们会看到这个on the weekend 更加的常见 而在英式英语表达的过程中通常会选at 好了,那么紧接的话我们就来看一下14.3这个部分 来回顾和加强一下刚才我们学习的预言点 一样的借词实际上跟上面是一样的 两个都可以 那第三个句子我们看到是周一周三 对吧,所以很明显它表述的内容是从周一到周三去工作 那我们说从周几到周几用的是谁 就是我们刚才所看到的from to 好了,那后面的话四五六就交给大家 实际上是重复的 那么大家三秒钟可以自己去完成一下 紧接的话我们来看一下14.4这个部分 关于我们日常的活动 然而是先来给大家放一下音频 我们第一个所看到的是什么 游泳 第二个 就是去健身房 第三个 这个很形象 大家从图片上能看出来 就是踢足球的一个意思 这个是打网球 对吧 那接下来最后一个又是我们比较熟悉的 到处第二个就是读报纸的最后一个 就是我们刚才刚刚在前面小节所看到过的 就是什么泡脏 大家注意到这些日常活动怎么样去进行表述 以及他们所惯用的一些搭配 好,那么紧接的话我们就来练习一下14.5小节 来熟悉一下常见的日常活动的表达 这边的话大家10秒钟的时间 自己来完成一下这个练习 来检测和巩固一下 紧接的话我就来给大家播放一下音频 大家可以先暂停 好,大家注意到第一个句子 那是什么 就是说在每周的周二和周五的时候 所以大家注意到这个星期的表书后面 都要加上一个复书代表的是 我们每一周都来做这个事 对吧 那大家注意到这个去健身方健身叫做go to the gym 但是这里边为什么要加es呢 很简单一个事 我们在之前的章节就已经学到过 那是一个三单的一个形式 对吧,他他他 所以的话这个卫语的话要变成相对应的一个 这个加上s或者es 或者是一些不贵的变化的形态 好了,接下来继续 好了,那么我们稍微熟悉了一下刚才的一个表述 来看一下第14.6这个部分 14.6这个部分需要我们做的就是填空 并且的话去冷读句子 那我们看到的话仍然是对于戒字的一个选择啊 在每一周我们就要用什么on 对吧 下边的话其实是同理的 那在具体的这个时间点呢 大家想一想来用什么 实际上我们在之前的例子里面也有看到过 我们用的是一个at 好吧 那么说的是在时间点 那就是什么 选用相对应的一个戒字表述呗 就是这个样子啊 说I go to bed at 10 o'clock on some days 那么下面第四个我们看到的话 对于时间点仍然是用什么at 对吧 然后的话但是说从周级到周级 所以我们这个时候要选用的表述就是from to 好了那么请切的话我们来看一下 14.7这个部分是关于什么 频率短语 我们是用频率短语去表示你做某个事情的频率 好了那么接下来的话我先放一下音频 帮助大家来熟悉一下 我们看到的第四个频率短语 once a week 大家会看到啊 就是123.567 对吧 日期前一周 那么这里边说什么 那就是在一个日期上面打过 这就代表什么一周一次 对吧 很形象啊 那么紧接着的话我们来听一下第二个 twice a week 我们今天是twice 对吧 twice代表是两次啊 一周两次去做某一件事情 那么紧接着的话接下来第三个 three times a week three times啊 就是三次 那这里边代表的这个短语就是一周三次 请接着的话我们看到最后一个 every day every day 代表就是什么 每一天 好了 那么请接着的话我们来看一下14.8 如何去使用我们刚刚学过的这个频率短语呢 大家注意到这个频率短语通常放在什么 一个句子的结尾是代表着你做这个事情的频率 比如说我去健身房 那怎么样去请表达 就是I go to the gym 对吧 那现在我说如果我是一周去两次健身房 一周逛两次海南之家 每次的我新感觉 那这里边说一周去两次健身房 我们就直接把表示频率的短语放在句子后面就可以了 叫做I go to the gym twice a week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14.9关于更多的例子 说我们在七点半的时候吃完饭 那直接这样表述就可以 对吧 但如果我想加一个频率代表是我每一天呢 直接在这个句子后面加上表示频率 叫做every day就可以了 那他去有用 这是一个表示完整的句子 叫she goes swimming 那现在如果我要加频率 说他一周去做这个事几次 现在比如说是一周四次 我直接在这个句子后面加上 就表示频率的短语叫做four times a week 我们除了可以在句子里面加上表示频率的短语 去代表做某一件事情的频率之外 我们还可以加上频度副词 那实际上关于频度副词的讲解 我们在一期讨论书的语法系列也有讲解过 那就是在语法系列的这个102节 又专门频度副词的讲解 包括我在给大家录教程的时候 在第一节一般现代史里面 也对于频度副词和频率短语给大家进行具体的讲解 那我们学生同学的话可以去对应的这个章节里面 然后进行这个相关的内容的学习 好吧 好 那么请接着的话来看一下14点10这个部分 就是很简单 听录音回答问题 根据录音的内容来判断一下 这五个句子是对还是错 好吧 那接下来的话来给大家放一下音频 My name is Fred I'm a businessman And I work in an office in London I work from 8am to 6pm 5 days a week I don't work on weekends 好了 根据音频的内容我们来判断一下 第一题是true还是fault 很明显的话应该是true对吧 前面都是完全一式的 后面只不过吧 一周五次给你换成了一周五天 5 times a week 而我们看到叫做5 times a break 实际上代表的是一样的 好 那么请接着的话来听一下 第2 I'm Scott I'm a nurse in a hospital And I work at night I start work at 7pm And finish at 5am I have dinner at 6am Then go to bed at 8am 好 大家会听见 我们这个时候难度就有点加深了 是要在整个的一个 这个陈述里面去听我想要得到的内容 对吧 所以来讲的话 我们在亲戚的过程中 然而要注意做到有目的的去进行音频信息的获取 那很明显你要先去看一下 这个第二句话表现的内容 他说在6点钟吃晚饭 所以实际上我们要判断就是 他到底是不是6点钟吃晚饭 至于他几点钟go to bed的上床睡觉下班 对吧 这个都不是我们关注的点 那当然我们在音频里面 如果大家能够听清楚的话 他说的是他在5点钟下班 在6点钟吃午饭 所以那是一个去的表达 好 请接着的话我们来听一下第三个 好了很简单 他什么时候去冲凉 冲凉 冲凉 就是every night 所以是horse 好 接下来第四个 I'm Jennifer I'm Jennifer and I'm a student I study during the day and I work in the evenings to pay for my studies I'm busy every night so on the weekend I just watch TV it's the only time I get to relax 他说的他平常很忙 他在周末的时候 justin 对吧 watch TV 他周末的时候就只看电视 去放松 所以很简单 一个事儿就是对的 一个choo 但实际上也可以去更读这个 transcript 这个文本的内容 里面有 就是说非常日常的一些表达的方式 好了 那么这个大家可以科后继续 我们来看一下最后一本 My name is Tim My daughter is only two years old So she has a bath and goes to bed at 6.30pm from Monday to Saturday On Sundays We go out for the day So she goes to bed at 7pm 好 我们很明显的话 先说了他从周一到周六 是六点半 对吧 然后在Sundays 在每一个周末的时候 他们go out 也就是出去 然后在几点钟 在7pm 在7点钟的时候睡觉 所以应该是false 因为这里边写的是一个7点半 好了 那么紧接着我们就来看一下 14.11这个部分 就是看看大家能不能够 按正确的顺序去排列单词 并且的话 按照这个合适的这个语法结构 去把这个G字造出来 首先第一个例子的话 大家会看到是一个 就像一个拼图游戏一样 你要把它还成一个正确的语序 我们说我去做什么事情 那就是什么 逐语加上位语 加上句子的其他成分 但是如果这个时候 要加上频率 时间 对吧 如果是一个 这个频率短语 那就是放在整个句子之后 所以说 我们看到他洗澡 OK 这是完整的句子 表述逐语 对吧 然后这个位语动词 加上做了一个动作 然后加上句子的其他成分 那这个时候 如果加上时间呢 就直接把它放在句子的后面 那么紧接着下面四个的话 我们先带大家来看一下第一个 那其他的话 大家也需要去训练 来看看自己 是不是能够去把这个句子组成完整 那说的是什么呢 我现在不跟大家说 但是大家来想一个问题 就是我既然要把它造成一个完整的句子 那首先句子应该有助力 对吧 所以我应该先说 那说的是紧接着的话 句子里边呢 不能缺少位语杯 所以我要去找一下这个位语的表述 就是什么 那就是起床这个动作 那就是get up 对吧 我起床 好 那现在如果说它表述的是 接下来还剩的叫做five days 包括在六点钟 包括a week 那接下来说我起床 那加上说后面要接的是什么 肯定是一个时间点的表述 所以说在六点钟 那现在的话 这是一个很完整的句子了 但是如果我要想加上频率的话 那就把频率放在这个句子的后面 叫做five days a week 好吧 很简单 那接下来的话 三个句子就交给大家自己去完成 接着的话 我来给大家放一下音频 大家可以根据音频来更读一下 I get up at 6 a.m. five days a week They go to bed at 11 p.m. every day Sarah plays soccer twice a week Jamie washes his clothes once a week 好 那么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14.12 那是填空 那其实大家就是去选择比较合适的借词 跟刚才一样 所以这个点的话 我们就不浪费时间再去重复去看了 但是大家如果觉得自己有必要去做一些重复性的练习 去加强巩固的话 可以来做一下 当然是先暂停 或者接下来给大家播放一下音频 大家来根据音频对照一下就可以 We get up at 7 a.m. five times a week 来想想 当你接机体的时间点的时候 所有的这个at 对吧 好 那么接下来 They go to work From Monday to Friday 很简单 一个是我们看到的是两个星期 那所以从周几到周几 From to 好 那紧接着 接下来 Linda washes her face every day Every day 那就是什么 这个 好 那最后一个 Colin sleeps from 11 p.m. to 6 a.m. 然而大家注意 从周几到周几 From to 从几点到几点 仍然是这个表述 叫做From to 好了 那么就完成了这一 这一个大章节 其实 所有的原点的一个讲解 那这里边的话我们来看一下一个review 就是关于回顾10到14小节的主要的知识点 我们首先的话 在第10小节里面 学习了如何去谈论职业 实际上来讲的话 就是主语和必动词的选择 我是am 你是are 意思跟着他他他他 对吧 然后注意是复述要用are 这个很简单 接下来的话我们所说了 我在谈论了职业之后 那在哪去工作 我们说这个work in 是适用于大部分的工作场景 而work on 那是往往用于农场 对吧 或者是construction site 大家还记得吗 建造工地 建筑工地 那我们所说的是work waste的一种情况是谁 就是说 我做从事与什么什么相关的工作与动物相关 也可能是个wet 对吧 是兽医 或者是我做的工作 每天要跟动物打交道 接着我们学习了如何去表述实践 那说了这个正读法和一个道读法 那大家记得去回顾一下 接下来的话是一个一般现在时的一个讨论 那么如果是主语是are 那位于动词的话就不要去 这种圆形就可以了 但是如果是三单形式的话 记得要变成相对的s的形式 对吧 或者是要根据具体的动词的一个长相和变化规则去进行变形 yes 或者是要去why加are加es 这个需要大家在学习的过程中 当然阅读并且逐步的去进行积累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看到了借词和星期 我们用借词on 然后加上日期 这个日期要加复数 它代表的是什么 我们每周都去做这个事情 如果从周几到周几就是from to 最后我们看到是一个频率短语的学习 那正常的句子表述的就是 陈述 我一般会做这个事情 但是如果我想要去表述 我多久去做一个这个事情 或者是表述我做某件事情的频率 我们可以怎么样 在句子的结尾 加上表示频率的短语 并且的话我们为外拓展了频度负词的使用 在我们语法的102小节和第一小节里面 又给大家做具体的讲解 大家可以去进行关联性的学习 好了 那么以上的话就是我们第二大章节的内容 到这就结束了 我们下节内容见